香港已经回归近26年了 英方还是没有从殖民旧梦中醒过来 妄想通过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歪曲事实 混淆视听的所谓报告 干涉香港事务 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以来 中国政府始终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远超1997年之前的权利和自由 随着香港国安法和特区新选举制度成功落实 香港进入游乱 导致走向游质及新的新阶段 法治和营商环境更加优良 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不断增强 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需要强调的是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绝不是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抹黑唱衰香港杂音 撼动不了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坚定步伐